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 欢迎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在我国山东半岛的东北部 碧蓝壮阔的大海上 有一条有许多岛屿组成的 长长的岛链 这就是长山列岛 长山列岛的最南端 是长岛的长山尾 如果把海面上的这些岛屿 比喻成一条海上巨龙 那么长山尾 无疑就是巨龙的尾部 它蜿蜒入海 把浩瀚的大海分成了已经未分明的两个世界 西侧是海水略微泛黄的渤海 东侧是海水湛蓝深邃的黄海 而也就在两海交界之处 长久以来都流传着许多和龙兵有关的传说 2018年9月 在长达四个月的休渔期结束后 长岛地区的渔民赵船海 一大早就登上了出海的渔船 准备迎接休渔期后的第一个丰收日 然而奇怪的是 时尽正午 赵船海却一条鱼的影子都没看到 当时这片海域上其他渔船上的渔民 也和赵船海有着同样的遭遇 这些经验丰富的渔民 望着风平浪静的茫茫海面 感到了一丝不同寻常 就在人们感到焦虑和不解时 突然 顾不得多想 等待了半天的渔民们 立刻撒网捕捞 无非吹灰之地 渔民们就几乎将大多数的鱼儿 收入网中 渔民们发现 网中的鱼儿主要是霸鱼 也叫蓝点马骄 它们生性凶悍 牙齿锋利 游速极快 被称为海洋中的猎豹 然而 如此彪悍凶 正当渔民们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有人发出了惊呼 在霸鱼群的后面 跟着几团巨大的黑影 它们在水中掀起了巨大的浪花 让人们根本看不清是什么物体 面对如此情景 渔民们赶忙收往返航 回到了码头 奇异事件 很快就传遍了长山猎岛 岛上的老渔民说 这很可能是遇到龙兵巡界了 原来 在黄渤海的交界处 两海不仅颜色迥异 而且互不融合 因而海水交界处 如同两军战场 波及流勇 太浪滔天 正因为如此 长岛地区自古流传着 这样一种说法 黄渤海分属于两个龙望管辖 为了防止对方越界 龙望时常会派手下的兵将巡海 这些兵将就是龙兵 渔民们所说的龙兵巡界 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自然现象 这种奇特景象的出现 与黄渤海的分界 有是否存在着关联呢 地理中国设置组 随同专家乘船 从山东蓬莱出发 来到了长岛县城所在的南长山岛 靠察组刚一踏上长岛的土地 就听到有阵阵古老的歌声 从瑜伽小镇中传来 长岛鱼号 古老原始的传海者之歌 既是渔民协作捕鱼的号令 也是人与海沟通的语言 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渔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 总结出赶鱼狼的号子 赶鱼狼黑又光 帮助我们找渔场 赶鱼狼四面窜 钢阳撒网渔满船 赶鱼狼指的就是龙兵 传说龙兵在海中 听到渔民的召唤 会将渔群赶到一处 以帮助渔民捕捞 因此龙兵又有着赶鱼狼的美称 在我国绵延上万千米的 岛屿海岸线上有着丰富的渔猎文化 但为何只有长岛地区有龙兵的传说呢 带着这些疑问 考察组首先来到了长山北 只见一条由历史组成的天然堤坝 延伸到海中 一侧海水呈现出淡黄色 另一侧呈现为蓝色 两侧的海水相互涌动拍击 窝涛汹涌 浪花滚滚 堤坝则仿佛是一堵无形的墙 阻挡住了两片海水的融合 渤海和黄海的分界线 是从与顺的老铁山向南 一直到腾来的田恒山之间的一条连线 这条线正好穿过长山列岛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就是南长山岛南边的一条第十坝 这里的海水呢很浅 刚刚地摸过人的脚面 水下面这条立石板呢 一直向南延伸几千米 朝向澎海的方向 我的左手是渤海的海水 右手就是黄海 来自黄海和渤海的波浪及沿岸流 把侵蚀下来的石英岩碎块搬运至此 沉寂形成石英岩立石沙嘴 浑然天成的绵长S型 酷似银龙在黄渤海分界处摇头摆尾 在长山北 考察组又找到了多位老渔民 他们都声称亲眼见过龙兵 但对于龙兵的描述却又不尽相同 过去老辈子说是 听说这附近这海上什么过龙兵 过龙兵的听说过吗 还有 大家伙 别方都唱那个大歌 只是拉队 一过那老城之间 都在这个市边 这个海 往东过往市过 一片一片的龙兵我都过 一过有的时候都过一天 过龙兵我从小里进过来 那是二十多岁人 以前还是进过 有一队 他都杀了杀了 他之中 我们是所谓的炮手 有一个咱们打炮手 烫出来了 烫出来了 下去了 一吹一下 碰一吹一下 后来就跟他跑 虽说这些渔民 对于龙兵的描述不尽相同 不过记者也从中发现了 几个共同点 比如体型巨大 成群结队 声势浩荡 就在这时 考察组得知了一个消息 有人在海面上拍到了一种奇异景象 与关于龙兵的描述有些相像 于是一星人赶忙找到了视频拍摄者 王安慧 当时这个海面上是个什么景象呢 您给我描述 当时海面上应该说是风浪 所以根本没有那么大的浪 它形成的云要浓 穿的黑云 非常清楚的 因为它远处还有三到四个 在这个中边很远的地方 只见视频画面上 天空乌云密布 海面上一条卷转的灰色水柱 连接在海天之间 像一条巨龙正在从海面上吸水 场面十分震撼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龙兵巡街吗 在看过视频之后 专家指出 视频中的这种景象叫龙吸水 属于一种较为罕见的自然现象 我们来看一下 专家说 这种现象的出现 通常是因为水面上的空气 上不干冷 下不暖湿 十分不稳定 随着热量的积累 低空的水蒸气不断的升腾 同时高空的冷空气 开始急剧的沉降 当冷热两股气流 形成剧烈摩擦之后 就产生了漏斗形气流柱体 别看这龙吸水 也有一个笼子 但是专家认为 它并不是传说中的龙兵巡街 所以说这龙兵出现的时候 也是波涛汹涌 巨浪滔天 可是在海面里 却有成群结队的生物游动 那这龙兵究竟是一种什么生物呢 就在考察组一筹莫展之际 长山北下方的人群突然变得骚动起来 见状 考察组立刻去往长山北历史滩近距离观看 从历史滩上向海面望去 只见在离岸大约几十米的地方 三只白色的生物若隐若现 正绕着一艘渔政船游动翻滚 难道说 这几只生物与龙兵有什么联系吗 随着渔政船不断向岸边靠拢 三只白色生物也最终消失在海面上 考察组登船询问了工作人员 原来那三只白色生物是被长岛渔民 称为河海河神的江屯 数量极其稀少 与江屯的偶遇 让考察组有了新的思路 在长岛海域有着众多渔政工作者 他们常年出海 从事渔业资源的调查 这些工作人员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 有关龙兵的信息呢 经过多方打听 考察组得知 中国渔政37163号执法团船长王国相 在2019年的7月 曾经目睹过龙兵巡戒的景象 于是考察组找到了王国相 就是在这个7月22号呢 我们在昌岛的南黄城岛的东南面呢 正在进行这个正常的这个执法旋航的时候 突然发现呢 这个沉头出现浪化 接着就上级出现了散头鲸鱼 而是体型非常大 当时呢 鲸鱼呢露出了这个高高的气 冰尺呢 喷出很高的水化 这个呼吸换气的声音也很大 王国相告诉考察组 由于遇到鲸鱼的场景非常难得 他还拍摄了一段视频 那个王老师 您拍到那个影像是在 也在船上吗 在船上 带我们看一下 行可以可以 来 您跟我们走 这是执法用的 大师我们就用船 拍到了 这个点就是 它然后会有一个明显 隔得很醒 这个啊 这个从水边越出 看着看着看着 你看 你看你看 这纹花很大 那么鲸鱼是否就是传说中的龙兵呢 王国相告诉考察组 他分析认为 长岛当地渔民所说的龙兵 很可能就是鲸鱼 因为鲸鱼的体型和习性 都与传说中的龙兵 有着吻合之处 那么 为何这些生活在深海区的大型生物 会突然出现在近海 这是一种偶然现象 还是鲸鱼的一种正常行为 就在考察组希望能与王国相一同出海 看看能否再次发现鲸鱼踪迹时 天空突然变得阴沉起来 天气预报显示 台风立骑马即将通过长岛 天气预报 台风立骑马今天晚上会到达大黑山岛 现在虽然距离台风到来 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风雨已经提前来到了 我们看原来的大脸上 白色的浪漫 台风立骑马 于2019年8月4日15时 被日本气象厅正式命名 8月7日50时升格为台风 23时升格为超强台风 8月11日登陆山中 现在是在这个大飞山岛的一个海湾 现在所有的渔船都已经回港了 而且海面上也看不到 我们知道现在长岛各个岛屿之间 今天还有未来这些天 都已经不再重航 台风立骑马 预计的今天晚上就会来到长岛 现在台风还没有到来的时候 风已经非常大 海浪也已经非常大 台风的到来 令大家感到既焦虑又兴奋 在长岛当地 有龙兵过境 必定坏天的说法 如此特殊的天气 让人现身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 在一处码头边 记者见到了许多岛上的渔民 如此恶劣的天气下 他们还守在这里 难道是在等待着龙兵巡街吗 你们在这看什么呢 穿着 这是你们的船是吧 现在在这看着它干什么呀 怕被那个船船吹跑了 它可以听了 考察组拿出了侧风仪 仪器表上显示的风力 已经达到10至11级 台风夹杂的海水 不断冲击着考察人员 一行人被台风吹得 已经站不住讲了 为了安全起见 考察组只能先找个 较为安全的地方躲避台风 一日 记者决定 先往档案馆 看看能否找到一些线索 在档案馆 记者遇见了 来这里查询资料的郭贤坤 郭贤坤长期从事 有关长岛当地 民情风俗的调研工作 对当地的海洋生物状况 也多有设定 得知考察组的来议后 郭贤坤找出了长岛县制 记者看到 在县制中有这样的记载 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 夏秋两季 在长岛珍珠门海面上 经常出现龙兵 所谓龙兵巡界 指的就是大小上百条鲸鱼 排着长队 自西向东游过珍珠门 每次持续时间 有一个多小时 市场过龙兵的生物是鲸鱼 大型的鲸鱼 它嘴巴一圈走 你远看的就好像一圈 因为它露出一个尾漆的 好像打的漆一样 我现在就来鲸鱼了 为了对长岛的鲸鱼 有一个更准确的认知 摄制组邀请到了 来长岛进行海洋生物研究的 专家江国梁 江国梁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教授 多年来从事海洋生物与水产研究 有好多渔民在咱长岛附近海域 发现有鲸的出现 我们这一代是鲸鱼经常活动的范围 这一代在上个世纪 是中叶的时候经常发现有学义 随着葡萄业的发展 现在来讲这个境遇就 七八十年代就基本上看不到了 摄制组拿出王国相拍摄的 过龙兵视频 请江教授判定长岛龙兵 究竟属于哪种鲸类 江老师这个视频是他那个 就前一个月吧 就七月份的时候 那个渔政部门他们拍到的一段视频 这个能看出这是什么鲸类吗 很明显的虎鲸 虎鲸的头部有白斑 又是一个赤鲸类 它吻比较长 有个长吻 里面这是明显的赤鲸类的虎鲸 江教授说 视频上的鲸鱼身体的颜色分明 背部为漆黑色 腹部大部分为雪白色 明显是虎鲸 虎鲸属于大型齿鲸 平均体长在五至八米之间 体重则在三至六吨之间 是高智商的海洋哺乳动物 具有高度发达的社会关系 和群体专系 以及复杂的语言系统 18年9月 赵川海等渔民遇到的反常霸鱼群 很有可能是在被虎鲸追击 目前较为稳定的虎鲸群体 主要集中在厄祸刺客海 以及日本的北海道 江教授说 长岛海域出现虎鲸实属罕见 台风过后 天际转停 在得知考察组为了探究 虎鲸造反的原因后 江国梁教授答应 跟随设置组一起出海 寻找虎鲸的踪迹 第二天清早 一行人来到南长山岛的码头 乘船前往王国相目击到虎鲸的海域 进行考察 行驶途中 面对广阔无边的海面 考察组仍然担心出现意外 无法遇到虎鲸 忽然之间 只见前面的海域 海浪不断起伏 发出巨大的声响 它好像在标石附近在看 对 那我们把船停在这吧 我们都吵吵声 不要吓到它 只见 有一两只海豹浮出海面 把头露出来 四处张望 几块大礁石上 还有更多海豹 正在懒洋洋地晒太阳 随行的专家通过外形判断 这些海豹 属于西太平洋般海豹 它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海水中度过 登陆后 只能依靠前肢和上体的蠕动 匍匐爬行 像长老这些养殖区 养鱼区 本身这个 往下养鱼 就给海豹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那么海豹很透明 就可以在往下里 偷鱼跑了 偷鱼吃了 所以也是 它也留着远远 因为饵料多了 它有 它就不愿走 虎鲼因其黑白相间的色彩 和浑原的外形 被称为海中大羽猫 然而其捕猎方式 却远比熊猫残忍 出现在考察组面前的班海豹 就是虎鲼的重要食物来源之一 江教授分析 长岛附近 鱼类耳料丰富 鱼群众多 海豹数量也随之增加 因而 古京造访长岛 很可能是为了捕猎鱼群 或海豹 船只航行在 风平浪静的海面上 台风过后 海天相接 蔚蓝一片 升级勃勃的景象 与前几天台风造访时 完全是两个世界 江教授的解答 让考察组放下了 心中困扰依旧的疑惑 开始重新审视起 这片宝贵的海域 渤海 是我国唯一的半封闭式内海 辽河 海河 黄河等河流 从陆地上带来大量有机物质 使渤海成为一处天然渔场 是此方百姓赖以生存的福地 近年来 长岛一直致力于生态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 因地制宜推广海水源 空气源热泵等替代技术 实施生态保育战略 一系列的生态修复 治理效果逐渐凸显 班海豹 白江豚 虎鲸等 对水质要求极高的野生动物 回归长岛海域 海水水质持续改善 这也是虎鲸在这个时间段 又一次出现在长岛的原因 总体上鲸的活动范围变大 另外鲸的数量 在逐渐地衍生往上升 主要是生存环境的那种 渤海上再次想起的鲸银 农兵传说再次续写 就是大自然对渤海 良好生态环境的最好回应 环境的保护 不仅促进了生态的发展 也让传说中的物种 纷纷重现人们的视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 得到了大自然的肯定 神秘龙兵的踪迹 已被我们找到 龙兵的具体身份 也已经被我们知晓 长山列岛 这条壮如神龙的岛链 其奇特的自然景观 和优良的生态环境 给我们人类带来了 无数的惊喜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利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